北農群聚事件延燒 臺北市長柯文哲 昨天到疫情指揮中心開會 達成了三點共識 其中包括今天起 沒有三天內篩檢陰性報告 不能進入雙北批發市場 北農群聚事件延燒 臺北市長柯文哲 二十三號深夜到 冰江市場篩檢陣慰酪辛苦的醫護人員 而在這裡的前一個行程 柯文哲晚間六點五十分 先到了疾管署和指揮中心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雙北市衛生局長 以及雙北果菜市場總經理等人開會 會中和中央達成了三點共識 在六月二十四號零時期 沒有三天內的陰性 就不得進入雙北批發市場 第二個就是說批發市場這邊 我們會落實疫調 24號零點開始 北農員工或承銷商都需要持三天內 陰性證明才能夠進入 台北市承諾在北農的篩檢站 會持續開設三週 而中央也成立 跨縣市疫調平台 協助疫調資訊整合 六月二十一到六月二十三號 北農三天快篩三千兩百人 快篩陽性數十一人 快篩陽性率百分之零點三四 對中央建議北農直接做PCR提升效率 柯文哲不滿指出PCR價格是大問題 另外北市府針對農漁續產及花卉四大公司工作人員全面奏側施打疫苗 卻傳出聯合醫院中校院區準備好了兩百劑 未料加勤批發市場員工有部分是非法移工 聽到勞動局要造冊並快閃離開 最後當天只施打了八十多劑 對此院方出面澄清 因部分移工雇主衛道廠協助確認身份 院方內部商議協助方法 以確保日後第二劑疫苗施打能聯繫當事人 並請雇主衛道廠協助確認身份